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营养学要上的部分是 不同年龄时期的中医营养学 那有分做好几部分哦 今天先介绍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从不同年龄的中医食疗 它的原则来做介绍 那今天的教学大纲 就是从不同年龄中医食疗的原则 然后再介绍儿童时期的中医食疗 还有介绍青少年时期的中医食疗 所以我们的教学目标 就是要认识并了解 不同年龄中医食疗的原则 认识并了解儿童时期的中医食疗 还有要认识了解 青少年时期的中医食疗 那在不同年龄的中医营养学的部分 因为中医食疗在人的一生中的 不同年龄时期 会依着个人的体质 季节性的变化 而有不同的应用以外 也应该依着年龄阶段不同做调整 那在介绍各个时期的中医营养学的一个原则 就是将这个不同年龄分作 儿童时期 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生理变化都会不一样的 所以要介绍各个时期中医营养的一个原则 再来介绍各个时期身体的变化 营养需求给予饮食指导 那不同年龄需要补充不同种类的营养 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需要补充不同种类的营养数啊 所以呢 在不同阶段所强调特定的营养数 可以增加个人的能量 或者是说能量需求增加免疫力 提高生育的品质 更缓解更年期的一个症状 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等等的一个预防 或者是说一种补足一些营养素等等 那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 应该就要根据个人的一个营养 营养的目标来做调整饮食 那儿童时期的中医食疗的原则 包括在儿童在各方面生长发育 都尚未成熟 所以不可以把儿童当作是 只是成人的缩小版 因此成人食用的食物或者是药方 都不一定适合儿童所使用 那也就是说儿童所吃的东西 或者是说他所给的一些中医食疗的部分呢 都会跟成人呢 有很大的差异的 那在中医食疗的喷调方式呢 一般我们是采用清蒸啊 水煮啊 清蹲的方式比较好 那尤其呢 对于儿童体质 它是比较属于焦嫩的体质 选择药材呢 就不可以用大寒大热 这种太激烈的一种药材 而且要用药性比较平和的药物 那中医食疗的喷调方式呢 一般都要采用所谓清蒸啊 所谓水煮啊 清蹲的这个方式呢 比较好 那至于用量 那如果是相同的 相类似的这个 食疗 中医食疗的部分呢 我们认为说 在用量呢 至少是要成人的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下才行 就是用量要减少的很大量 那青少年时期的中医食疗原则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 对于中药的味道浓烈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中药材的补品 可能呢 都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中医食疗除了用中药材之外 主要是以营养 而且还是以蛋白质脂肪为主的肉类 来增加他的能量跟蛋白质的这个部分 那其他必须还要注意的就是 维生素 还有矿物质纤维素 以及钙铁 这些特殊的营养素的摄取 要特别的加强 那至于青壮年时期的中医食疗的原则 因为青壮年时期的成人 他正值了人生的高峰 所以呢 在用中医食疗的时候呢 应该首先要考虑到 至少应该是先维持正常的饮食习惯 应该维持正常饮食的习惯是最重要的 再来呢 再把中医食疗的时候 用中医食疗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依据个人的体质 还有这个当时气候的变化 来做选择或者是调试 那成人呢 多半的问题呢 大概就是肥胖问题比较多 那肥胖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所谓的 在中医上呢 我们会认定是属于一种中多斯的一个 肥胖呢 是属于多斯的一个体质 那所以呢 就应该是给予清淡的饮食 避免所谓油腻的甜食 那对于比较瘦的人呢 他是属于血腥 都是属于血虚 应该呢 多吃一些肉食来补强身体 有那个补血强身的这个效果 也就是说多吃肉食呢 可以补血强身 这是对于瘦 身体比较瘦的 是属于血虚型的一个体质的时候 我们就是以多食肉类来补血 强身 那对于老年时期的中医食疗的原则 那对于中医时期气血比较虚 比较虚弱 那老年时期气血虚弱 所以呢 生理功能是属于减退退化的一个状态 所以中医时疗应该多用补益 补益的一种菜肴比较好 那对于老人而言呢 他都是属于肝肾不足 有这种肝肾不足的一个现象比较多 所以用药呢 就不可以用的太过温照的这种形态的药物 那这个老年时期呢 应该要多吃具有健脾开胃 补益气血 补血或者是活血通脉的一个饮食 那这个老年时期的补养 跟年轻人是大大不同 不是一时能够达到疗效 一般来讲说 就说中医时疗 他所时间是要拉长一点 尤其是老年人 要见到效果呈现呢 可能时间要比较 有应该要是长期的使用 这些清淡 而且煮的比较手软 而且容易消化的一个食物 这样比较能够有利老年人的吸收 而且应该多吃具有健脾开胃 益气养血 活血通脉的饮食 那而且还要最好能够有通便的效果 这样才能够延延益寿的作用的那种 像粥啊汤啊这些食物呢 最适合了 所以呢我们常常会给老年人呢 多吃这种延年益寿的粥跟汤品 那这个中医食疗的喷调方式呢 一般呢 对于老年人来讲 也都是以清蒸清蹲 或者是炒熟的 炒得比较熟烂 这样子会比较适合 那对于孕产妇的中医食疗的原则 由于妇女这个在生理的一个特点呢 在这个孕产妇呢 还有特殊的需求 在热量的部分呢 需求会增加很多 而且妇女呢通常会有经月经的问题 还有其他什么白带呀 那些的这种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孕产妇啊 会有胎儿呢 还有生产呢 各方面是对于孕妇特有的一种生理状态 那使得呢 妇产科具有特殊的一个特殊性 也就是说中医食疗 对于这个孕产妇以及妇女呢 特别就是有不一样于其他的一个 就是不同的体质来讲呢 妇产科是比较特殊的中医食疗的 而且呢 她的孕妇呢 来讲因为她还会增加了所谓的胎儿的负担 所以呢 在体质上通常呢 是孕妇是属于偏热的一个体质 所以就在用中医食疗的部分呢 特别要注意这个体质的变化 那孕妇呢 不可以使用活血华丽的药材 因为呢 这个不适合 不适合华丽的药材 不适合孕妇使用 那对于产后呢 产后因为生产时 所消耗的能量 以及所流失的血液特别多 所以身体恢复期就需要比较多的营养素 以及热能 所以呢 产后呢 体质又会变得比较偏寒 这是就是在产后 对于孕产后来讲 在产后呢 体质又会快速的变得比较偏寒 因此 无论在中医或者是中医食疗的用药 都应该要加以考虑 那这个孕妇呢 又怕动了胎气 会造成流产的现象 所以更不能使用 所谓的活血华丽的一些药材 要特别小心 像红花啦 这种药材 绝对不可以给孕妇吃的 那儿童时期的中医食疗 要特别指的 就是儿童呢 是指的学龄的儿童 那至于零到六岁呢 我们称为幼儿时期 那幼儿时期 因为身体花育呢 都还没有到很完整 所以呢 在消化道啦 其他器官各方面 有可能这个花育都还未完成 所以呢 就不适合用中医食疗 来给予治疗 那在儿童时期呢 这种学龄儿童呢 还可以勉强用一些中医食疗 来做一个膳食的一个搭配 那加强免疫的中医食疗 那儿童免疫 儿童的免疫力呢 因为体质比较虚弱 在各方面 化育呢 还没有完全 尤其是免疫力 也比较差 比较虚弱 所以对于病毒 细菌 还有抵抗力比较差 很容易得到一些感冒的现象 那或者也有一些 过敏性的鼻炎啊 支气管炎啊 气喘 还有扁桃腺炎 中耳炎 肠胃炎 肠病毒也容易感染到这个儿童的 甚至于这个儿童呢 也很容易感染到所谓的肺炎 脑炎 还有肾脏发炎等等的这些疾病 所以特别要加强免疫力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中医食疗对于儿童就我们就应该强调增强他的免疫力 让这个体质比较虚弱的儿童能够再利用中医食疗来做一个补强 那儿童过敏的部分呢 就是儿童过敏通常都是常见在皮肤的过敏跟呼吸道的过敏为主 那儿童过敏反应呢 对于不同体质的人引起的症状都不一样 那对于各个器官对于这些过敏反应的表现呢 也会有所不同 那一般来讲呢 就是以皮肤跟呼吸道会有这些过敏反应呢 最表现在外面最多 那也有的人是引起肠胃到过敏反应的 也有 那有些呢 会有产生一种正发性的腹痛 或者是腹泻便秘交替 这种也是一种过敏的一个现象 那至于神经系统则会出现周期性的偏头痛 就是一种过敏的一种现象 那对于这种过敏体质呢 它我们是可以认为说是脾啊 肺啊 肾啊 这三个器官的亏损所造成的过敏体质 所以人们呢 在这个正气正气亏虚的时候 会抵抗力下降 会有弹着内生的的情况 那在外面呢 就很容易受到外邪入侵 就是一些病毒细菌 很容易就侵入这个比较虚弱的人体 而导致过敏的反应产生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污霉啊 百合来合并使用 抑制它的过敏反应 那污霉百合的合用呢 就可以抑制过敏的反应 对于这个污霉跟百合 几乎就像食品一样 那这样的一个食品呢 常常可以被合用用来当作 抑制过敏反应的一个多个环节的使用 那它也可以在另外加一种叫做抑制组织胺释放 那另外呢 也可以用当归生地来做指养的一个补强 那像山楂啦 艺人啊 艺人啊 这个是有健脾 圣丝的一个收敛效果 也可以同时加进来使用 因为山楂艺人对于过敏体质呢 它也是可以有减缓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能够健脾 肾丝的收敛效果 那也可以减少这个哮喘呢 以及过敏性皮炎所引起的一个分泌物 那儿童中医食疗的方呢 最常见的就像黄芪生肌 那所谓的黄芪生肌 它的材料就是有 有所谓的黄芪50克 粉光芯30克 鸡肉300公克 那利用这样的食材一起 把这些 先将这个黄芪跟粉光芯 加了六碗的清水 这样的做法呢 用小火加着盖 慢慢的蹲煮15分钟 那取它的汤汁 另外再蹲鸡 那这样蹲这个鸡肉来吃 就会让这个儿童呢 吃起来都会觉得很好吃 它并不会拒绝 它不会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中药的感觉 这个部分呢 就是很适合儿童的一个中医食疗 那所以呢 黄芪生肌呢 它的营养成分 大概有热量 就是刚上面的那些用量呢 可以提供热量383大卡 蛋白质呢 可以提供71克 脂肪呢 提供了6.3公克 糖类呢 是可以提供10公克 胆固醇呢 可以提供 也会提供到177毫克 那它的功效呢 就是黄芪粉光生 本身呢 就是可以增强免疫的功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介绍 所谓的多糖酸耳粥 那多糖酸耳粥 我们呢 它的材料 我们配 配置白木耳 黑木耳 白木耳黑木耳各4克 然后去除 去除红枣 就是去了纸的红枣 也就是红枣先把纸子去掉 有5颗 然后呢 加上这个百米100公克 把这样的一个材料 先洗净了以后呢 加上一些水呢 适量的水 放入电锅中 敦煮 敦煮以后呢 煮熟了以后 再加入冰糖 那么就会形成更好的 所谓多糖酸耳粥 酸耳 所谓的酸耳就是白木耳黑木耳 一起合并的 敦煮成粥 而且加了冰糖 又加了米饭 可以把它做成 粥样的一个呈现 那在这样的一个 多糖酸耳粥 它的营养成分呢 热量是提供了 360大卡 蛋白质呢 是提供了 8.2公克 那脂肪呢 是1公克 糖类呢 是80公克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还要介绍 这个多糖酸耳粥 它的功效 就是说 因为白木耳黑木耳 所含的成分非常相近 而且含有一些蛋白质 磷子质 粗纤维很多 而且含有磷啊 钙啊 铁啊 胡萝卜素 维生素 V1V2 这些营养素 所以呢 可以 可以当作滋补强壮 和血 止血 甚至有润肺 神经 补脑 强心 那这个 滋阴 养胃的一个功效 那红枣 又简称为 大枣 它是含有很多的 维生素C 或者是糖类 蛋白质 有基酸 维生素A 还有维生素B2 这些营养素 它是由 有补皮和味 还有益气 生经 可以调和 淫味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可以调和 我们身体的营养素啊 各方面可以有 让我们的身体 更加强健的一个 就是 补养 那接下来 我们再介绍 猪生养力奶 所谓的猪生养力奶 就是 它的材料 就是有 猪背粉 30公克 粉光生呢 也有30公克 冬虫下草 大概就是10公克 杏仁粉 30克 再加上 适量的牛奶 它的做法 就是把这些 药粉 磨成粉了 把这些 上面讲的那些 中药材呢 磨成粉 混合均匀了以后 每次取个 5到10公克 每次取个 5到10公克 跟牛奶呢 混合 这个牛奶 大概就是一杯 或者是 或者是说 用200毫升 来一起 冲泡 那这样子呢 可用于早上 晚上各服一杯 叫我们叫做 猪生精力奶 这样对于 这个儿童呢 的补养非常好 那猪生精力奶 它的功效 因为它含有一些 营养成分 这个营养成分呢 是热量120大卡 蛋白质呢 5公克 脂肪7公克 糖类呢 10公克 那胆固醇呢 是28毫克的 这样情况下呢 它猪生精力奶 它的功效就是 补肺肾 能够有利于 咳嗽气喘的 一个治疗 它的 食养 食养的功效 那另外我们还要 介绍促进发育的 一些中医食疗 那也就是说 儿童的生长发育 如果有不良的现象 那么我们就应该 注意饮食的一个均衡 不要让儿童有这个偏食 所以我们应该要限定 它能够定时定量 而且给予营养丰富 容易消化的一个食物 而且要多吃一些瘦肉 肝脏肋呀 鱼呀 鱼肉啊 蛋啊 以及乳品 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 能够保证 能有足够的营养素 那对于 所谓的 山药莲子汤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用材料呢 就是山药10克 莲子10公克 白米呢 就100公克 那做法呢 就把这三个 三个食物呢 共同煮成粥 然后呢 再加适量的白糖调配 可以当饭吃 那它的营养成分呢 就是热量380大卡 蛋白质呢 有9公克 脂肪提供了1公克 那糖类呢 是84公克 它的功效呢 就是补皮益肾 可以适合用于 小额发育不良的情况下 使用 那对于山药狐苓包子 对于儿童给山药狐苓包子 是超容易制作 而且非常方便 因为它的材料很简单 就是山药100公克 狐苓100公克 面粉300公克 那加一点糖啊 猪油啊 还有这个果料 果料可以当做馅 可以当做一个适量的使用 那做法呢 就是把这些山药狐苓打成粉 然后跟面粉呢 和匀了以后搓成面团 加上一些发酵粉来做发酵 或者是不加发酵粉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先把酵母菌呢 预发酵以后加进来 这样子也可以 天然的发酵更好 那再加上这个白糖 猪油以及果料 做成馅了以后 把这些果料 掐进刚刚做成的那个面团 把这个已发酵好的面团呢 掐入这个馅料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成包子 蒸熟了以后呢 就可以小朋友吃 那小朋友超喜欢吃 这个山药狐苓包子 的因为呢 山药狐苓包子 手中可以用手就拿着吃 那像在吃一个点心上的供给呢 也是很适合 所以很适合给儿童们当做点心使用 好 那这个山药狐苓包子 它的功效呢 我们先讲到它的营养成分呢 它是含有热量 是刚刚上面的那些用料 可以大概热量可以供给到1240大卡 蛋白质呢 是36公克 脂肪呢 8公克 糖类呢 是256公克 那它的功效就是有健脾益气的这个效果 那适用于这个小朋友 如果是面黄鸡瘦 花育 持反的这个小朋友呢 就使用这个山药狐苓包子 是比较容易使用的 那另外我们还要介绍 所谓的山药羊肉汤 那山药羊肉汤呢 我们可以用羊肉300公克 山药25公克 那用这个生姜10公克 葱白15公克 用胡椒 还有食盐米酒来做调味 胡椒 胡椒可以加入3公克等等 那做法呢 就把这些材料加入锅中 用适量的水 用适量的水 用还有大火呢 把它煮开了以后 再接着用小火 慢慢的把这个羊肉炖烂 那炖烂了以后 再调味 那就可以吃它的 喝它的汤 吃这个羊肉了 那这个山药羊肉汤 它的功效 我们先看它的营养成分呢 可以提供热量 610大卡 蛋白质呢 提供57公克 脂肪呢 是40公克 糖类呢 就是5公克 它的胆固醇呢 会有72毫克 它的功效 这个山药羊肉汤 它的功效 就是有补皮异味的功能 所以适用于小额的营养不良啊 这个花育持反的这种问题 好 那促进食欲的这个中医食疗部分 我们可以看出 在小额童呢 额童时期如果有出现食欲不振的现象 那么我们就应该在烹调菜肴的时候 运用一些酸啊 辣啊 还有香味等等 来做提高菜肴的一个可口性 再来 因为呢 酸味是可以去腥 可以促进食欲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利用 白醋 乌醋 糯米醋 这些来做一个调味 那对于辣味的部分呢 我们儿童很难接受 所以呢 因为它是比较刺激肠胃 不太建议使用 但是如果一定想使用的话 因为它有促进食欲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也可以少量的添加辣椒 或者是胡椒 三葵粉 三葵粉 所谓三葵粉就是那个哇沙比的这种 都可以使用 那这个有关于香味的部分 它是有去腥 有促进食欲的作用 那这个香味的部分呢 我们呢 就可以利用像花椒啊 芭蕉啊 五香粉啊 迷迭香啊 香油 芝麻油 香油 这些都是一个叫做香味的一个提 提味作用 可以促进食欲的作用 那在我们在喷调食物的时候 可以多多的采用这些香料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姜蒜鲜鱼粥 所谓的姜蒜鲜鱼粥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鲑鱼片 鲑鱼片呢 用个100公克 或者是采用其他的鱼肉也可以 那再加上高丽菜50公克 或者是其他的蔬菜也行 那为什么提到高丽菜呢 一般高丽菜呢 比较不会有季节性的问题 而且高丽菜本身很耐煮 它煮久了呢 那个颜色也不会说变得很 很不容易 就是鹤变得很厉害 即使它有一些变色呢 高丽菜的变色也一般 比较容易被消费者所接受 那再来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生姜啊 三片啊 蒜头两半啊 以及米一杯 还有盐少许 这样子来作为我们的这个食材的材料 那做法部分呢 就是把这些材料放入电锅中蹲煮 然后呢 一天分做三次或者是四次 来把这些材料吃 就是说这些作品吃完 那有关于鱼啊 菜啊 以及米的这个用量 我们可以依据儿童它的食量 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少 那就看当时菜单设计上 所用的用量如何 再做一个调配也行 那这个姜蒜鲜鱼汤 姜蒜鲜鱼粥 它的功效呢 我们先看它的营养成分 它含有热量呢 是105大卡 蛋白质呢 是有24公克 脂肪呢 0.2公克 糖类呢 是2公克 胆固醇呢 是32毫克 它的功效 就是针对于食欲不振的儿童 它可以提振脾胃肠阳气 脾胃的一个阳气 而且可以提升食欲 而且用姜跟蒜这种食材呢 通常都可以达到温和的一点效用 药效作用 长期的用姜跟蒜 可以慢慢的改变儿童的体质 可以增强抵抗力 而不再有感冒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介绍内经 内经成皮粥 那内经成皮粥它的食材部分呢 我们可以用所谓的筋内肌 还有四字的成皮4公克 还有杀人1公克 那米呢100公克 白糖适量这样子来做调味 它的做法就是把这些 鸡内经 还有橙皮 杀人 研磨成细粉 然后跟米一起煮成稀饭以后 再加入这些中药材 或者是说 跟这些白糖呢 调味 那就可以温和的使用 好 那这个内经跟橙皮粥呢 它呢 就是我们可以每次连弧三天 然后呢 停三天观察 如果说食欲没有改善 那么就再服三天 那它的营养成分呢 是提供了热量 121大卡 蛋白质有24公克 脂肪2.1公克 然后糖类呢 是1公克 它的功效 这个内经橙皮粥 它的功效就是 有消失健脾 针对儿童这种消化不良的儿童呢 可以使用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芡食扁豆粥 芡食扁豆粥 我们所用的材料就是 芡食有200公克 扁豆200公克 山药呢 也是200公克 莲子200公克 杀仁是4公克 小米红糖适量 做法就是将这些芡食啊 扁豆啊 山药莲子 分别炒到热 而且要发出了香味以后 再请这个药房的 把这些炒厚的药材 连同杀仁 研磨成细粉 那食用前 每次呢 就是用着一两的药粉 加入水 然后冲开来 再调味糖 就可以 就可以吃 那一般来讲 这个芡食扁豆粥 大概每天呢 就是早晚 早上吃一次 每天早上吃一次 就可以了 它的营养成分 就上面的那些食材 跟药材加进来 热量大概可以提供到 1680大卡 蛋白质提供49公克 脂肪呢 是2公克 糖类呢 是366公克 那它的功效 整个来讲 就是可以健脾温味 对于这种面色尾黄 或者是食欲不振的儿童 就是可以作为补充它的一个食疗的部分 好 那青少年时期的中医食疗 由于青少年时期考试特别多 所以呢 这个最好就是能够帮助儿童能够建脑的一个中医食疗最好 因为每位考生呢 面临这个考试的时候通常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会让人家产生不安 而且会引起身心的失调或者是一些疾病 比如说有头痛啊 记忆力减退啊 眼睛会干涉 心烦意怒 口干舌燥 那对于食欲减退啊 或者是腹脏腹痛 失眠多梦 甚至于会造成这个青少年时期 女生的月经失调等等问题 那考生用这种健脾养心安神定制的一些食品 就可以这个作为中医食疗的这个部分 因为考生呢 应该我们认为说要健脾养心 还要用安神定制的食品 因为考生很容易操劳过度 劳神 以至于思虑过度 身心灵不安宁 会造成食欲不振 身体会消瘦 中医认为会耗损到他的心血 会损害到他的脾气 甚至于思虚集中的问题 缓映的灵敏度 这些都应该要用健脾养心安神定制的食品 来补养 来补充避免这个耗损的心血太多 损伤的脾气太多 所以我们用这个这样的一个补养呢 就是可以拉回他的心 可以让他的思绪可以更集中 反应更灵敏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小米小麦莲子 百合 红枣 银耳 金针 以及黑豆 鸡蛋 猪脑等等 中药材 还会包括了 玉竹啊 百合啊 脖子人啊 东虫下草 这些都是属于健脾养心安神定制的一些食品以及药材 好 那男生男生呢应该是以补气为主 女生呢是应该补血 也就是青少年这个时期啊 就是男生以补气女生以补血为主 那对于中药的补养剂呢 对于这个青少年学生时期 因为长期记忆力以及短期的记忆力需要量都很大的 所以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对于男生呢就可以补气 女生呢就补血 那补气呢 男生补气就可以选用所谓的生脉饮啊 或者是补中 补中益气汤啊 那补血的部分呢 就可以用所谓的龟皮汤来做补血 或者是用八蒸汤 那在补义的部分呢 考虑不同的体质的差异 或者是有寒症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加一些肉桂来去寒等等 或者是用泡腹纸 那热症的人呢 那我们就改用牡丹皮 麦门冬来去火 所以要记住哦 对于热症的人 我们就是用牡丹皮跟麦门冬来去火 那对于寒症的人呢 我们就加了一些肉桂啊 泡布纸啊 这些来提振这个寒气的不寒气的一个现象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东阳生机 那对于东阳生机呢 我们就是材料部分 我们可以用东阳生八克 川穹四公克 丹盔四公克 黄金八公克 那骨金纸呢 十二公克 枸杞二十公克 那用鸡肉或者是排骨呢 就一百公克 这是食材的部分 那做法呢 就是帮 将上列的那些食材跟药材 放在一个大碗中 放入一个 放入小块的鸡肉跟排骨 以后呢 再放两碗的清水 放在电锅内 外锅呢 可以放一碗水 煮开了以后 就可以一次喝完 那这样的东阳生机 它呢 营养成分是有热量 两百五十大卡 蛋白质呢 就有十八公克 脂肪有十九公克 胆固醇呢 七十三毫克 它的功效就是能够增加脑部的供养 可以让这个背书呢 不会容易疲倦 很适合自己觉得记忆力不够好的这个考生呢 用这个东阳生机来补养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生麦茶 我们对于生麦茶的部分 我们说材料呢 我们用东阳生八公克 麦门东十六公克 五味纸八公克 做法就是把这些药材置入一个大碗中 放了两碗的清水 然后放至电锅内 外锅呢 再放一碗的水 那煮开了以后 可以当做茶来饮用 如果没有电锅 也可以用瓦斯炉上呢 用小火 小火 那慢慢的蒸煮二十分钟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生麦茶也是很温补 那生麦茶它的功效呢 作为一个清凉退火 生经解渴 消除疲劳 那适合以熬夜念书 容易疲倦的考生使用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例题一 儿童时期的中医食疗 它的原则呢 儿童时期中医食疗 要特别注意 我们不能把儿童时期的这个 小朋友呢 看作大人 所以他的药材呢 都不能大补啊 大补 大补大寒 照热的这种食材都不适合 他应该要采用比较温补的一个 中医药材会比较恰当 而且用量可能都是大人的三分之一 或者是二分之一的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好 那常见中医食疗的烹调方式 通常我们就用清蹲啊 清蒸啊 这种蹲蒸煮的方式 是比较适合的 那也可以用小火炒的也可以 好 那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我们本章呢 已经把 已经认识了 认识 而且了解不同年龄的一个中医食疗的原则 而且认识并且了解儿童时期的一个中医食疗 认识并了解青少年时期的中医食疗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章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大家也都已经认识 那最后我们把这个简单的回顾 就是本章就是做不同年龄的一个中医食疗原则的介绍 以上到此 我们告一个段落 再见 拜拜